有本事通通事前講 歡迎收看財富將啟動端午節特別節目 先來回顧去年我們預告台北股市長線 2萬點會來有沒有 證明全國只有江江每天用教學方式解盤 五告戰全國第一強 喜歡我的節目記得訂閱頻道 小苗QR Call 叫做粉絲團 今年我的特別節目要預告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長線上看23814 上看23814 能不能再省嘴一次呢 首先今天精彩節目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富將啟動的端午節 特別節目 先祝大家端午加節愉快了 今天我的特別節目含金量滿滿 我會用最強的預告技術 跟各位沙盤推給台北股市 未來有沒有機會 2萬2應該很容易去打正 2萬3 2萬4 2萬5有沒有機會呢 另外 從園區得到的訊息 這些訊息 能不能支持我的技術面 往台北股市 往2萬3 2萬4 2萬5來做推進呢 答案是很肯定的 大概給各位很多的依據 另外 我們的堅持主升的操作理念 所有的主升段標股 他在標1倍2倍3倍4倍 廣運是4倍 那華城是7倍 所有主升段標股 相信我一定會有漲多回測量縮的買點 所以聽清楚 不要再去追爆量噴出的股票 把這個理念架構起來 你未來的股市人生一定會更順利 更幸福更圓滿 今天節目看完之後 有非常大的優惠 帶給各位做分享 來 投資朋友 今天是端午特別節目 你看我們19291送買點 預告的21890真的來了 超神準來的 好了 那台北股市會不會在 比方說3個月後 甚至7個月後看到23814 我今天給各位分享 看我的技術如何推演出 23814 很棒 來 投資朋友 你先來看去年 去年11月 112年6月 同樣是財富將啟動 一年前的端午節 我的特別節目 你可以在YD頻道去找去年的日子 去年的節目重新看看一次 去年在1萬6 1萬7 我用我的最強預告技術 台北股市 長線看2萬229點 現在是不是完全驗證 因為已經噴到哪裡 噴到2萬2了 來看一下投資朋友 去年6月 112年6月 請問是不是16915 江堂老師用我的最強預告技術 在這裡讓各位看見未來的2萬點 是不是 所以證明我的技術不是看圖說故事 我的技術是全國為具有預告能力的指標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鎖定今天非常精彩重要的節目 來投資朋友 你看到去年 112年5月份 你看15600點 我的預告什麼 整理是累積能量 請大家眼光放在未來的爆噴 你看從1萬5噴到1萬7的 去年就是去年的財富降啟動 端午特輯6月21號入製 財培股是長線上看2029 為什麼 你看我的邏輯 目前為止還沒改變 你看 當初在1萬7000點 去年好像比較胖對不對 今年江堂老師減肥成功 所以不管是為了股市的獲利 或者是我們個人的健康 大家健康都要努力 來投資你看 去年人民 我預告什麼 為什麼會噴 去年景氣在復甦階段 今年是成長 明年是繁榮對不對 你看景氣從復甦階段 要進入成長期 人民因為股市漲錢變多 錢變多會趕消費 你趕消費之後 企業獲利是不是增加 企業獲利增加 EPS增加 本益比變低 股價又漲了 你買股票 你的股價又漲了 你的錢又變多 頭這邊是不是正向循環 又重新再來一次 這個循環的正能量的 這個循環什麼時候會結束 繁榮期會結束 就是說景氣的復甦期會持續往上走 成長期會繼續有正循環 直到繁榮期高原期一段時間之後 未來會趨緩 這種效果才會不見 是不是沒錯 你看我們劉美碩士的學歷沒有白念 你看去年預告的完全驗證 好 頭部再來有沒有 去年6月21號2023年 我錄製特別節目時候 指數在17184點 投資朋友有沒有 我們用到現場教學計算給各位看 2萬點一定會來 這是我們獨創的預告技術說 沒有人有辦法知道的未來 我們用我的技術 讓你通通時間看見 沒錯吧 好了 那你從花了你看花了一年的時間 你驗證我們真的很棒 對不對 所以你看去年預告的2萬點 這個來之後 今年我要預告什麼 23814 再來看時間再往前推一點 前年2022年10月20號 指數更低在12698點 我的經典名言 當初股市破底 破底破底破底再破底 然後我們做到第一點了 跟各位講暴跌隔壁總值的暴利 有沒有 你看投資朋友 從12698噴翻了噴5波 前年10月20號 暴跌隔壁總值的暴利噴5波 噴5波是第一大波 噴完之後一定會有回測 經過ABC回測 是不是來到16000點 你看 我在17000預告會上2萬 他即便跌到16000 暴跌隔壁也住著暴利 是不是 然後開始一路的猛攻 因爲什麼 這裡是初升段 初升結束一定有修正 他用ABC修正 好 初升段漲完ABC修正 必有什麼 主升段 所以我說了 去年豆瓦節過後 預告的16000 雖然跌到16000 主升段 是不是 這也是超級主升段 沒錯吧 是不是投資本看 12000是超級的第三大波的循環 3-1 跌到16000 3-2 請問3-1結束 3-2結束 請問是不是3-3 所以投資本 我從16000到目前為止 去年10月到今年的6月為止 都是3-3 這叫做什麼 超級主升段 有沒有 你看 我是在16000 給預告3-3 超級主升段 既然是超級主升段 白話文很清楚很清新 你沒有理由不報賺 好了 16000 漲到18000 又回撤有沒有 這是第一波 有沒有看到這邊 12345 有沒有 所以1漲完 2回撤一定要買 所以投資本 再也不是有沒有 再也不是因為 大跌要賣的有沒有 把要賣 你以前每次看到大跌都想賣對不對 你這一次聽我的 在今年的1月17號 聽我的要把過去因為大跌想賣 改成賣 OK嗎 你相信我一次 你聽我一次對不對 這是12欠3 投資本有沒有 噴出 噴翻了 是不是12欠3 欠3空氣到之後 預告20801會來 是不是20801一定會來 你看 我又在18000 預告20801會來 是不是後來印證了 然後 我又在逼近2萬的時候 預告21898會來 投資沒有 這個禮拜台北股市 收到最高在哪裡 21970 是不是 是不是完全印證 你看我們預告就是有多強 你看不是隨便講的數字 而是每個段落都講得很清楚 給各位全國最強的技術分析引領 沒錯吧 是不是 你看從21890預告會回檔 回測到21174 21174 投資本你看這個 還注意看 這是第一大波 第二大波一定會有什麼 5-3 是不是 所以5-1結束之後 你看這是123 這是第三大波的起場點 12345 所以投資本務必要把握住這個機會 沒錯吧 是不是 噴翻了 你看 又從21174 噴到21970 是這張歷史新高 好的投資本 這個除了轉折 預告值 2658 跟23381 投資本來看這個 22658 哪裡來 投資本你看這個 21970 預告值在 22658 還有什麼 還有22903 還有23381 還有哪裡 23510 是不是 你說這個22656 2223381 都不是平空念照 也不是我自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不行 轉折規定我必須據時已告 就是未來我們轉折 預告技術的未來轉折值 所有的會員 所有APP用戶都可以用計算機 自己塗法煉鋼 利用我們技術班的技術 通通自己把它算出來 是不是 所以未來肯定還有更高的高點 可以做期待 好了 第一個重點來了 我今天特別節目 為什麼各位說台北股是長線上看23814 給各位我的最強邏輯 好注意看 來投資料 從16000點上的第一波 你看這個有135對不對 好 請問一是出生 那三是主生 五是末生 同意吧 好了 那按照波浪理論來看的話 三是主生段 所有的三 所有的三 主生段的丈夫 他一定要大於或等於出生段 同意嗎 也就是說這個三的漲幅 真的有超越一 沒錯吧 好了 那同理可證 那現在是邪二第五波裡面 五之一漲完的五之二 拉回二一一七四 好 同意可證 三要大於一 好 那五之一漲的2640點 那請問了 二一一七四之後的起漲 那五之三是不是至少要漲2640點 OK有沒有再一次 所有的三主生段 一定要大於出生段 大於或等於出生段 好了 那你現在看到五之三要來了 那五之一是漲2640點 那五之三呢 是不是直接疊加 看下一張來投資料有沒有 所以五之三的最小滿足點 是二一一二一一七四 加上2640 那不是是二三八一四嗎 所以投資朋友 所以台北股市 不是只有創新高而已 不是只有未來佔上兩萬而已 也不是兩萬三 而是最少最少 按照邪二第五波 五之三的浪潮 它必須大於或等於五之一 來做推演的話 最少在二三八一四 請問未來還有多少可以賺 OK 所以我講的都是未來 去年講的今年驗證 所以證明我的實力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再來投資料來 好 那這個以下這個東西 我之前交過一次或兩次 因為現在關鍵點很重要 我認為時刻很重要 再跟各位交一次 來投資料你看 什麼是長線背禮 你看 長期看我的節目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說 月線沒有背離 月線沒有背離 它不管拉回多深 未來都是會創新高 從這個理念來看 現在第一個高點都沒出現 至少台北股市還有7個月可以漲 為什麼這樣跟各位說 來投資料來 跟各位做沙盤推演 來舉證 你看這邊以前的經驗 這是110年的7月份 是不是漲一大段從8523有沒有 8523一路漲走到這裡有沒有 終於看到扣這個第一個高點 是18034看到月線收黑 好 頭髮很注意看 好你看這邊 漲一大波月線要收黑 好月線要收黑 我們換個顏色 漲一大波月線要收黑 收黑後有沒有 好確認第一個高點 第一個高點確認後 它一定要花時間做什麼 做背離有沒有 指數後來7個月後創新高 指標背離了 所以才有什麼 才有波段大跌 懂我意思嗎 好同理可證 好你看看 未來台北股市一定要出現什麼 第一個高點 所謂第一個高點 比如說月線要收黑 比方說假設我們用個長方形 未來一定要一個月線的黑K 月線的黑K它出現之後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未來它出現指數又創高了 指標沒有創高 形成背離它才會大跌 懂我意思嗎 好你看 通理可證以前經驗它前後 從高點確認到背離 至少花7個月時間 好假設6月收黑好了 那7個月後還有高點 最少7個月都有高點 我才會形成背離 更謊論現在連黑都沒有出現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通常你看 好這種理論架構架好之後 是不是7個月 現在是6月對不對 好算6月算第一個月 6、6、6、7、8 好再一次 6、7、8、9、10、11、12 7個月後是12月 來通常看我的字卡 來通常也就是說 有沒有 現在第一高點都沒有出現 以前經驗是月線要高檔被離 至少要7個月 現在連第一個投都沒有 所以更謊論背離 所以直接跟各位講 至少還有7個月 今年12月底之前都沒有大空投 懂你什麼 這是長線背離的運用 跟各位做分享 再來有沒有 然後我只要配合資金面 投資朋友我講過幾次 美國正式降息第二次 那個資金面的正向效應才會結束 你看本週美國股市大漲對不對 大漲為什麼原因 預期要降息 假設它9月降息第一次 可能第二次在明年的春天 明年春天以後才會有空投 是不是 就跟我說的 我剛剛講的 月線沒有背離 7個月之內沒有大空投 是完全配合到 是不是 好再來景氣成長 去年景氣是復甦 今年景氣是成長 明年還有什麼 明年還有繁榮期 是不是 好再來你看這個AI 從AI席捲市場以來 追蹤晶片股的非半指數 已經超越基準值了 就說今年已經漲了23% 投資朋友注意看 按照以前的cycle 景氣的循環來看的話 晶片產業度過下載期 通常至少常到什麼 實際的多頭 你看去年年底是復甦開始起工 目前為止只有漲三季 過了三季 是不是至少還有7個季度 那7個季度的時間在哪裡 在2026年 就是說整個晶片的景氣的頂峰 可能會落在2026年中 那股價呢 我們的經驗是什麼 我們的經驗是什麼 我們的經驗是說 股價永遠領先基本面 6到9個月 好你看 晶片的景氣的高峰 會落在2026年 我們股價提早6到9個月推散 那時間落在哪裡 2025年的下半年 現在是2020年的端午節 所以說到明年端午節後 那都沒有強烈的空頭 這是只有景氣面來做一個推測 是不是 所以從我的技術 從我的技術做沙盤推演也好 從晶片的景氣的篩口來做推演 第三大波 起漲點是1601點 我們往13至12345 然後還有邪惡第五波 他時間推演 跟我們的長線超級主任 長線規劃是一樣的 時間點會落在哪裡 明年下半年 所以還有很長 一大段的暴力可以賺 那我們就一起掌握 所以不要在乎 創新高後的回檔 沒有背離的背景之下 創新高後的回檔 他都是買點 投資料你看有沒有 整路沒有背離 從16000以來沒有一次出現背離 所以你看長多必回檔 你看哪一次的回檔有改變空頭 為什麼他不會改 哪一次的回檔 他出現有改變多頭 為什麼不會改變多頭 因為沒有背離 所以未來一定是看到有背離後 才來謹慎 才來小心 所以把這一點一定要牢牢記住 我從二月講背離 講沒有背離講到現在 你都證明是對的 所以證明我們的技術是很穩固的 沒錯 所以務必把握 重複一次 我今天跟各位講過了 端午節特別節目 5-3 5-3而已 滿足點在2-3-8-1-4 如果你的Sense夠高 5-3之後 2-3-8-1-4 滿足點之後 是不是會有大修正 不是大修正 中修正 中修正是哪裡 是5-4 5-4結束之後 還有5-5 請問還有多少可以賺 是不是 所以我去年都跟各位說了 AI是個創新科技 這個創新科技 帶給人類的紅利 會長達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目前看起來 不要講2萬2 2萬3 甚至連2萬4 2萬5 2萬6都有機會 我們先把2-3-8-1-4 賺起來 從現在開始 到2-3-8-1-4 這個5-3的段落 把它賺起來 賺起來之後 這 maybe下一次 是中秋節的 中秋節特別節目的時候 在各位講下一步 所以務必要把握住這個機會 現在看最近的訊息 黃仁軒不是來台照人旋風嗎 你看 他要巨頭吃飯 獨缺人保 人保的吃味 他也公開說了 他確實錯過AI的浪潮 可是公司投入什麼 能力跟資金更近了 而且說3年歷事 3年內要贏頭趕上 你不要只看一個訊息 新聞看過而已 你看我們的解讀能力 我是自己的出身 我們的解讀能力有多強 有沒有很清楚得到一個推測 就是說3年內AI伺服器 還有很大商機 不然他不會去拼 是不是 然後另外一個訊息是說 AI的浪潮是等同於 蘋果未事後的浪潮投資朋友 有沒有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跟上個禮拜 揮答的市值正式超越蘋果 所以同學這是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成型 它不會短時間改變 你相信我所謂的產業革命 工業革命 不可能一兩年就結束 所以千萬不要股價衝高 回落一個月兩個月 你就認為它是空投 不行 這樣的話你會錯失 長線滾雪球的大暴力 是不是 然後你再看台灣的PMI 有沒有 從容枯限制50 從50以下 是屬於不是成長的 突然跳升 有沒有 從緊縮跳升到擴張 這是14個月以來最快的擴張速度 所以又證明了 你看我們的循環 我們的結構都很清晰對不對 證明我們的圓區 我們說的是真的 景氣從成長期之後 明年還有什麼很長的繁榮期 一定是繁榮期經過 比方說經過一季兩季 會變高原了 預期未來景氣會趨緩的時候 股價才會大跌 所以還很安全 相信我長線還很安全 是不是 所以我會講個結論 AI現在才開始往上爬 很多人因為股價 你看我們廣運噴4倍 認為噴4倍 賺了4倍 回撤他認為是空投 不是 投資朋友 現在AI還在往上爬 還不到半山腰 你沒有到三頂 你永遠不知有多美 現在是五之三 霸氣跟堅持 我們相約五之五 三頂見 懂我意思嗎 所以好好的品味 好好的細細的思考 我為什麼特別節目 講這些長線的展望 有沒有 現在是五之三 未來還有五之四 還有五之五 所以答案都很清晰 所以再跟各位講一次 第三大波的大多頭 結束時限點 會落在2025年的下半年 還有很長一段暴力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掌握 人類AI的創建科技 帶給我們獲利真的很龐大 請各位把握 講到圓區訊息投資 你看 過去半年 你看我們過去一年 我們創造多少翻倍的獲利 最強翻倍標股 我是電子產業技的出身 我的優勢 挖掘第一手訊息的優勢 都是你的優勢 你看這個經濟課 130噴到570 這才是真正的滾雪球 同意嗎 然後你看到什麼 新副息有沒有 29噴到101 這是我們的實力 這是你必須對台北股市長線 有著很棒的訊息 還有技術面的掌握度 你才有辦法從頭到尾 都是相輔相成 不是說隨便隨時隨刻 隨時隨地都可以掌握到 翻倍的標股 而且還能夠從頭到尾 不可能 你必須是面面俱到 有很棒的技術 有產業訊息的加持 是不是你看這個廣運 為什麼去年34賺到107 回來60我們買進 66買進 然後一路拼拼到140 這才是真正 你看我們兩年來只買三次 廣運買三次能夠賺450% 憑什麼我們堅信 AI創建科技可以帶給我們人類 很大的財富自由的紅利 是不是 所以我講的你可以 從頭到尾來直直細細的 去做追蹤 去做判斷 是不是你看廣運 453% 我待會還會跟各位說 為什麼它不是終點 為了還會賺更多 待會節目會 後面後半段節目會更精采 來投資料 你看這個有沒有 所以我跟會想講了 主持人不要如果我幫你選 那你好好的一起把這件事情做好 主持人 把一檔股票把它經營好 你看4倍 你看齊鴻也是 齊鴻買295噴到800 都是用心 真的用心去經營 才能夠賺到3.7倍 是不是 賞戶很奇怪 你看 怕拉回不敢賺 都被主力賺走了 每次都等到爆大量才追 請問主力是不是當然專門 坑商那種奇怪的賞戶 低檔都不買 噴出爆量貧民追 所以他都是不斷的惡性的循環 是不是 所以請各位 我的主生的標誌 我就是學習巴菲德爺爺的理念 花時間滾雪球 這是我們一生奉行的 堅持主生賺一倍以上的方法 所以驗證後 給自己人生一次 逆轉大聲的機會 有沒有 你看我們有APP 相輔相成 我說過我的APP 沒有人看不懂 沒有人賺不到 投資料 那這個中砂 145 295 是翻倍了 你看 滑成112 變成987 這樣的過程 他沒有每天漲 他整理時間比噴出時間更多 那你如何賺到信念 台北股市 月限沒有背離 肯定會不斷創新高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信念 跟技術有的價值 才有機會創造7倍的獲利 都是如此 所以投資朋友 聽我的 不要低檔都不買 每次都等噴出半量才最高 不行 過去的錯誤一定要覺醒 一定要來做改正 你看我們APP用戶說的 這個APP太厲害了 大幅度提高生活品質 投資朋友有沒有 都是買低檔 星際買低檔 月豐買低檔 賺快六成了 陽明買低檔 你看55.4 有沒有 過去跟各位講的55.4 噴到八字頭 五字頭變八字頭 所以永遠不是等噴出才追 你要有能力在低檔掌握標股 而且從頭報到尾 沒錯 每檔的標股模式都一樣 堅持主生中後期長 一旦噴出的數鈔票 再看一檔 升達科 173 你能夠想像嗎 APP幫你選的173 的升達科 變成296了 是不是 都是穩穩的幸福跟獲利 請各位把握 APP很厲害 有沒有一檔接一檔 參加會員 冬午節 有免費送APP的優惠 請各位務必要把握 另外我們的基礎班 你有興趣學 也可以一併來做學習 有沒有 再來看我們基礎班的絕技 有沒有 最基礎班教的最熟悉的爆撞模型 123標股模型 是不是 都買旗掌 買旗掌 買旗掌 噴出啊 不是最噴出 哪一檔沒有十天獎 再來光盛 這個最精彩 有沒有 123標股有模型 利用基礎班把它學會 對你一輩子會有很龐大的幫助 噴心高了 跳空噴漲停 是不是 就是實力 十天預告的實力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找到方法 肯定可以找到獲利 那APP會是你很棒的選擇 跟著最強的贏家 來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所有噴出股膜都不要追 為什麼 下一檔最重要 那APP會負責幫我們選 吳江老師會 努力從園區幫你挖掘新的標股 來跟各位做個Ending 什麼Ending 我剛剛講一句話 為什麼廣運賺4倍 高檔半量不要追 未來拉回回測量縮的時候我要買 為什麼 你看這個 從2023年到2030年全球半導體產值會翻倍 你看 未來台積電2030年的時候它的產值營收會翻倍 可是在半導體翻倍的過程中 AI650億成長到1.5兆 所以它是成長8倍 AI未來到2030年產值會成長8倍 AI的次主流物聯網跟雲端 從0.7兆會成長到4.4兆 成長5倍 投資朋友你看出段力沒 半導體會翻倍成長 AI會翻8倍 物聯網跟雲端會成長5倍 而台灣呢 台灣過去一年半以來 過去一年半的時間有沒有 台灣的科技股的漲幅 超越全球成熟市場的指數 就是說超越成熟市場的龍頭股 所以台灣有沒有 台灣因為有對AI 有上下游很完整的供應鏈 所以才能夠領先全球 好了 投資朋友看出這個段力沒 未來的成長很高 無論是半導體 甚至AI還有物聯網 還有雲端都會成長很高對不對 一倍八倍跟五倍 而台灣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台灣的科技股 台灣的中小鞋標股 廣運 齊鴻 絕對不是波段最高點 把我這一段 好好地仔細去思考一下 我講的是長線的未來 可能半年後 可能一年後 你會完全獲得驗證 可是你半年後 一年後 驗證後 如果你沒有賺到 你是白白又錯失財富倍增的機會 所以我講的都很重要 為什麼我今天錄特別節目 講我平常沒有時間講的內容 自己好好把握住這個機會 你看你再來回顧 為什麼我在一萬六跟會說 這是每五到八年才一次的循環 目前為止是完全印證 你看我們有多強 不只賺到暴力跟幸福 對未來充滿信心跟霸氣 這是我節目的宗旨 講未來 不只是講未來結論 連原因過程都繼續迷移 給各位滿滿的含金量的分析 是不是 從頭到尾都是用最強霸氣賺最多的獲利 包含過去很多次的垃圾盤 每次垃圾盤過後 中小型標股都噴半天 那節目也跟各位分享過 教學過很多次 所以你錯過新復興 錯過華城 奇紅 吉茂 廣運等等 你甚至錯過最近的光盛 月峰 聖達克 新日清等等 還有細微 心靈標股我們會負責 很認真的幫你挖掘出來 請各位把握住這個機會 永遠不追高 特別是爆量噴出不能追 永遠是把握什麼 扣3D提款機的標股 從一萬六以來 每次拉回都爆轉 都是爆轉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沒有背離 所以說七個月內 肯定沒有背離 這我今天節目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最快七個月後才會有背離 所以七個月內 每逢拉回一定要買進 這是一個長線的很重要的技術 也完全跟各位做分享 端午節後我們判斷是 會有更多的中小型標股噴半天 所以看完今天特別節目之後 端午的五五相送 送APP 還有送我們網路技術班的優惠 就務必要把握住了 LINE的留言或者是 0800668085 來電做諮詢就OK了 節目最後記得幫我 訂閱按讚分享 祝各位操盤順利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 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對付投資的交易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